大沙 从2008年到现在 我们总共参与过21次 24组的野生亚洲象征 来到我们救助中心的大象 主要是奇音 或者是伤势比较严重的大象 它才会来到我们的救助中心 进行后期的一个治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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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达也是来得最早的一头 确实上 救助的是05年的时候 通过我们的奴隶 希望他能够早日红缝字 所以说才给他起名为达达的 不要带着他来 试验以外的时候 小时候 所以说夹到了 然后他是三岁 前我们是放过 但是比失败到中 因为我们带到了他 一个狠眼的地方 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的象爸爸呢 就是在返回中心的途中 我们中心就打电话通知 你的大象已经回来了 他知道比较熟悉的一条 比较接近中心的路 他提前回来 那他突然发现象爸爸不在 肯定也着急 可能要往回走了 他因为从小就跟象爸爸长大 可能对象爸爸的依赖 就很大了 因为大象也比较聪明 像我把伺候着他 胡萝卜香蕉都可以吃得到 你到以外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我们每天要冒着生无险去陪他 然后给他好吃的 高风下雨比较害怕的时候呢 甚至当时的像我把自己的吉他 带到然然的相似呢 就给他唱唱歌啊 然后讲讲故事这些啊 这些人都没有排成人了 你说你要适应野生灯物的这种自然淘汰的现象 但你作为一个人是有感情的一种物 你是要救还是不救 你要顺应自然 你要人道主义 你要实现实美 可能是做不到的 我们救他的目的 也就是希望我们人 能够通过人为的手段来帮他治疗 那最终的目的呢 还是希望他回到大自然里面去 我的话叫李涛 我负责养的小象呢 叫羊妞 现在养这个羊妞 已经养了五年多了 羊妞的话 他现在就是这两天一天受伤 大家到山里面去玩耍 换到那个树藤 然后呢 腿呢拉到了 最近的话 都每天给他做这个治疗的 这个腿也是慢慢的开始消腫了 羊羊又养了差不多三个多月 他后面才慢慢的对我比较信任一点 刚开始的时候给他喂奶 他就是喝两口 他就不喝了 寻出来就在看着你 这真的是跟小朋友一样的 要闹啊 现在没有完全断奶 夜间的这个十二点 还有三点钟 要给他喂一次奶 差不多一个星期要止一次夜班 每天晚上要巡逻啊 第一时间能观察到一些大象的动静啊 我都不够你高了 我都不够你高了 好牛 好牛 回家啊 好 你也难 你也难 如果以后放回去可能会难一点 像羊羊这种就可能有点难了 它比较黏黏的 如果真的能放的话 肯定还是要尽力去把它放回去的以后 来的时候呢 我们老师也有讲过 希望所有被救助回来的大象呢 都能放回去 毕竟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大自然嘛 好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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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牛